蔡长庆除了拥有一双铁臂鸳鸯手 她还有一身超凡武功 她的这套少林五祖棍法非常了得 南少林的棍法 因为有明代抗窝将军 泉州人于大游回传少林寺棍树这一史实 而明良天下 周蒙渊和徒弟蔡长庆 示范著名的南少林五祖棍法的寄基术 这一点就把她打掉了 你看 再来 再来一下 进来 啪 啪 就这手 把这手打掉 看一下取上的这招车 利用他的力量转过去 这是架掉对方的横的棍打过来 用棍心挡住他以后用棍把跳上来 你这人都打了 啪 啪 啪 这 啪 啪 马上开始掌握住他 你这边看着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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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都打来 要教掌握住他 掌握住他 好 他们就做了 您别看着 这边看着 那边看着 这边看着 泽带来看着 gren大大 江南 还不信任何 他大人 对于武术有着很深的感悟。 蔡老师,我知道您习武也有35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知道您对武术有什么样的感悟? 因为武术不单单只是武术, 因为武术是锻炼体魄, 锻炼心理书, 其实就是武术当中的文化。 把武术两个分开来, 分开来,是。 因为一种武术文化是很高境界的, 因为武术文化要练什么, 要练一个异技,一个恒心,一个梭阳。 这是周蒙渊、蔡长庆师徒俩的武祖拳对练。 武祖拳由达摩、太祖、罗汉、行者、 白鹤五种拳法同聚一门。 武祖拳属外加功法拳术, 其间又包含许多内加功法的修炼。 武祖拳对练,突出实战技法, 以钢猛著称而变化归妙, 钢中藏柔, 善于手而立于进攻短打。 南山武祖拳是一种比较适用价值的拳术, 它是用价值, 就是说打了起来就比较进心打法, 是金刚出世, 这个是连销带打的方法。 如果这手必须架掉以后呢, 就这个下。 第二招是说不赢拓约, 这是个连销带打的方法。 这一招是一拨, 一拨,一插。 这一拨,我就会插。 如果这一招, 必要逼他挡下去以后, 就再一推, 把他推掉。 招上发招, 从这一招再发到这一招。 左边门用两个手打到一个手, 你才接着打过来, 用两个手打到一个手, 左边门。 如果是接手必他架掉以后呢, 再另外再发一招, 来。 啪。 。 再如果接手, 再逼他挡掉以后, 再下一招就这样。 这招叫罪汉猜拳, 是用遗形犯罪的方法, 来同时打击对方。 如果这架他会来, 啪,一手,一脚。 如果这手必他挡掉, 啪。 这一脚,啪。 如果这架被他, 用那个下面挡过去, 就进一步帮他摔掉。 这一招。 这一招是刚才那一招, 挑定仕途。 用牡童牵牵牵, 就可以跨到这一招。 这一招。 这一招是刚才那一招, 挑定仕途。 用牡童牵牵牵, 周蒙渊练习的, 是南少林无祖拳的, 摇身抖甲功法。 摇身抖甲法, 是南少林的一种上乘的功法, 运用起来, 犹如骏马过河之后, 快速摇动身躯, 以抖开身上的水滴一样, 同时发出如狮子吼的声音, 把丹田之气逼出。 它能使周身发出一股弹劲, 其势含蓄, 其劲远滑, 触之急发, 浑厚刚强。 经过摇身抖甲的练习, 使腿、 腰、 肩、 臂, 在极短距离的抖动中, 达到默契的配合和高度的协调。 学会此招, 不但可以掌握武术中最难练的寸劲, 同时可以收发自如。 摇身抖甲的过程, 就是对腹腔的脏器进行由轻到重的自动按摩的过程。 加上狮子吼功法的应用, 对腹腔脏器的抗击能力, 生理功能的提高和保健, 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筋经, 是达摩祖师传下的一套经典的养生功法, 是南少林五祖门必修的内功心法。 通过一筋经的练习, 对身体各部分肌肉做一定程度的拉伸, 增加关节的负荷, 再配合呼吸吐纳与内气的导引, 筋腱与肌肉进行一紧一松的运动。 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全身关节与筋腱的韧性与柔软性, 提高关节和肌肉的力量与活力, 同时可以解除肌肉的疲劳。 任脉是前身阴脉脊手, 肚脉是前身阴脉脊手, 它是在阴脉脊手, 它们是控制整个心体的经络, 所以通过这样锻炼的话就可以通筋祸落, 通筋祸落去调养阴阳, 调整整个心体的肌肉和状态, 就可以增加免疫力了,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气症血不深, 如果我们心体的气充派了, 那血恶的血就不能够进到我们心体里面来了, 那我们心体就健康了。 易经经的训练注重心法, 这种心法可以理解为一种思维, 它是以我国中医的经络学说为依据, 用来导引气在身体中的周流。 易经经可以作为养生的修炼, 也可以作为武术功力的训练, 更可以作为非药物治疗的康复锻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 少林七十二绝技铁壁宫的炼成, 是在周蒙渊、蔡长庆师徒、 渊博的武学知识和深厚的武术功底上, 千锤百炼而修成的正果。 蔡长庆跟我们谈起了铁壁宫的后继人问题, 一个女儿两个男的, 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那他们会不会学你这种功夫, 你会不会教给他们, 他不爱谁啦, 是你强迫他们学, 老大有谁, 老大有谁啦, 老大是儿子, 是儿子, 多大了, 十七, 那是他对这个武功感兴趣呢, 还是你觉得必须要把他这个传宗接代下去, 他感兴趣, 他感兴趣你们学, 那他现在能达成什么样的境界了, 可以极端什么样的, 他学一些情套, 套路, 先学套路, 还没有学这个其实, 干干的手, 我今天看了很不错, 真不错, 嗯, 这个是一扁性的, 是肌肉, 不是肌肉, 这是肌肉, 这是骨头, 这是肌肉, 刚刚才学啊, 有没有一年, 有没有一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 刚刚才开始学, 为什么想去学这个功夫, 是不是觉得特帅, 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话, 你没人敢欺负你, 手臂可以像钢铁一样, 可以强身健体, 可以强身健体, 可是有那么多拳法, 那么多的本领, 你为什么就对这个感兴趣呢, 是不是特别崇拜我们蔡老师, 但你现在平时蔡老师都让你学习什么东西, 蔡长庆在泉州少林寺找到了他的接班人, 这位小武僧就是蔡长庆铁壁宫的唯一徒弟, 领略了蔡长庆天下第一铁壁的神功, 相信大家都会为少林功夫神奇奥妙的技艺, 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d by 三十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